你听过空中造楼机吗? 别人盖一层楼怎么样也要半个月 中国却不到四天就可以完成 而且全球300米以上的高楼 70%也是中国建造的 这其中的秘诀就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全球唯一的超级设备 这就是空中造楼机 造楼机的原理就是能够在四天内建起一个结构层 100米的高楼 200天就能完成 不仅快 而且造楼机的稳定性和承动性很好 即使在八级的大风干扰下 也能顺利作业 大大减小了施工风险 让我们为中国速度点赞 我们现在去医院检查 动不动医生就会让你做个CT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 PET CT的检查费特别贵 检查一次需要一万多 很多人觉得这是医院坑人 却不知道以前我们国内CT机 基本100%都是进口的 而且维修都是厂商说了算 还不让讨价还价 就是赵明用的灯泡坏了 给他们维修 他们开口就敢要三千多 实际上拿着坏了的灯泡 去五斤店 18块钱就能买五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如今就是一样了 我国自主研发了国内首台 96环光导PET CT 而且在分辨率和扫描速度上 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就连很多老外都争相抢购 也让CT追如寻常百姓讲 我们终于可以少花钱 看好病了 这就是了不起的中国制造 关注我 下期讲即将代替人工的机器 在国内某物流分解中心 300多个机器 井然有序的取货 扫码 运输 而且投货过程 流程平稳 忙而不乱 还能自动排队 自动充电 即使出现故障 也仅仅只需20秒左右 就能自我修复 这些机器人 每小时能够处理 一到两万件快递 减少了86%的人工 而且比人工分减 更不容易出错 你认为这种机器人的出现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关注我下期讲 可以手撕的不锈钢 你吃过最贵的一顿饭 多少钱 全中国唯一一家 米其林三型餐厅 坐落在首都北京的金融剂 招牌菜憋度 真的要12800一片 开饭店这么挣钱 你是不是安耐不住 报复的心了呢 骚安勿躁 且看看这些昂贵的美食之作 我们从最近爆火的电视剧 中京大饭店中就能看出 做关于马娇鱼的菜食 必须选取产卵前的 雌性马娇鱼 闷羔羊肉煎肉 是未满一多岁的羔羊 多一年都不行 冷压茄子鸡干的茄子 得用秋季的茄子 甚至在有些餐厅 它的盐都得是 五只平方公尺的盐田 才能结晶出 500克的盐枝花 这样的食材 怎么可能不归呢 不光如此 要知道米其林餐厅的成本 也非常高 中京大饭店中 5000万日元的租金 几十年厨艺的天才主厨 就连大汤经理 曾经也是米其林的兄弟主厨 这样的配置 自然贵有贵的道理 更别说 位于马尔寨夫的世界上 第一家全玻璃水下餐厅 Let's start 把海洋世界搬进了餐厅 其成本可想而知 简简单单三道菜 就在破产的边缘徘徊 让你不敢欺品 下次有人请你吃饭 就带他去这里 让他见识见识 社会的残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